土耳其议会中的正义与发展党议员尼斯林·乌里玛 正在鼓励党内忠实成员团结起来 乌里玛相信正义与发展党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我们正在启动一系列宏伟的项目 目的是鼓励我们的人民 而同时也将使我们在全世界具有竞争力 十年的经济繁荣是正义与发展党成功的关键 并且扩大了该党的感召力 甚至在一些反对派重镇也有吸引力 不过目前经济开始放缓 而且在一些传统上 强烈支持正义与发展党的地区 也出现了抱怨 对正义与发展党来说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没有富有魅力的领导人 现任总统埃尔多安的情况下竞选 社会学者贝多尔·杜马斯说 总理埃哈迈德·达伍特奥鲁 不像埃尔多安那样受人欢迎 埃尔多安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人 目前我们注意到 达伍特奥鲁仍然在犯很多错误 因此选民们依然相当困惑 不知道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人是谁 正义与发展党 以加速及强大的政治机器 力图减少选民的迷惑 这正是正义与发展党成功背后的最大秘密 连续执政14年 连续9次赢得大选胜利 我们党有大约400万女性成员 在所有我们政治成功的背后 还有我们妇女支部和成员走家串户的动员 乌里马将这种策略使用到了极致 这些走家串户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讨论问题 伊斯密尔是一座坚强的世俗派堡垒 这类的选民对现政府日益增长的保守主义感到担心 因此执政党深入选民客厅家访 利用这种基层拉票的方法 努力争取打入这个堡垒 美国之音记者琼斯 土耳其 伊斯密尔报道